当我们看到考古题 我们要怎么样去找到它的逆答 或找到它的答案 或者去了解它跟哪一些法条有关系 我觉得这一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先到考选部的这个考古题呢 找出来之后呢 复制这个题目 你把它贴到google去 我们再开了一个google呢 我们把它放上去贴上去 然后直接把整个题目贴上去 我们按google 你看到这边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意思 这一题的题目显然是从法条里面出来的题目 也就是它考的其实是基本题型 也就是考你法条 为什么可以这样看呢 我们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叫做 书面行政处分有未能救济于时间的教室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行政程序法98条 它讲到处分机关未告知救济期间 告知错误未为更正 等等等等 你有没有发现 它就考你这一条 然后再看考你97条 再往下看考你第二条 还有这边要讲到行政处分的简介 由此可知 这一题的题目 就是在考你这几个法条 考你行政处分 所以我们在作答的时候 就可以把范围呢 就浓缩在这个范围里面 我们来想一想 这一题题目 如果是我们 我们要怎么写呢 刚刚我们看到两种作答的方式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说 当我开始作答的时候 我在练习啊 这个题目问我 华虎一 未能救济期间的教室 二 未经名理由 三 不能得知处分机关 可是最后呢 后面还有问你一个 相对的与行政机关 得、为、与、因、为如何处置 若不为处置 是否影响该处分的效力 是分别说明之 由此可知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题目里面总共有几个问号 除了一、二、三之外 还出现了三个问号 对不对 这三个问号呢 分别是法律效果为何 因为如何处置 若不处置 是否影响处分的效力 所以总共至少有六个答案 来我们看 书面的行政处分 在以下各种情况 是否具有瑕疵 及其法律效果 则为何种处置 不处置时 其效力为何 之分数如下 写到这边呢 我这边要特别提一个点 常常会有人问的一个问题 但我写到最后一个字 刚好写到下 我这个冒号在这一个 有没有问题啊 像一样的意思 我当我这个答案写到一半 最后 句号聚在 下一行的第一格 好不好 这个我怎么说呢 其实你不要 过度去在意这件事情 但你也不要过度呢 每一行都变成 刚好第一个字是句号 或第二个字 第三个字是句号 如果你常常做这样的动作呢 也会让镜头老师怀疑 你是有意的这样子 规避这个篇幅等等 所以呢 如果我刚刚这个情况呢 为了我不要太凸显这个状况 我可能会把这个字就写在这边 好那再来就夸虎一了 夸虎一 刚刚它第一个答案是什么 未能救济期间的教室 那如果说你有考新政法 你到目前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救济期间的教室呢 你很危险 可能要赶快把书都搞懂 或者是真的有读没有懂 要赶快去理解 然后尝试去写它 有时候你读是一回事 但正在写生论题又是一回事 其实教室就是教室衣物 就是说我要跟你讲我开你罚单 那我跟你说你是为了什么 我要开你一张罚单 那你可以去哪边缴费 多久之后会收到罚单 你犯了什么错会罚多少钱 这叫做教室义务 那这个就是未能救济时间的教室 第二个叫做未济民理由 那所以呢 当你在写的时候你就要隐居法条 或者说所谓的救济期间的教室呢 行政程序法的第几条 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写 那你想要让依序有一个脉络来写 我可以大概告诉你 怎么查呢 教室 查教室义务 行政处分 行政程序法 你就会马上看到 第几条 第98条 就是在告诉你教室义务的相关的内容 这时候你就把这个法条内容呢 背出来 讲一个大概也可以 好这边来做一个示范 如果你写在后面看起来是长怎么样 依据行政程序法 第98条所规定 你没有发现 我们刚刚不是讲你第一行去对这个格子 当你去对这个格子的时候 你第二行就跟着对 字就比较不会那么乱 这样去对字就比较不乱 这个就是这个方法 那说到第二页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就抓一下大概的位置 因为第二页就没有第一行这个字让你去对了 依据行政程序法第98条所规定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么样去浓缩这个内容 然后呢 也去核对一下你这个题目要问的是什么 我们从这一个呢 98条里面你可以看到哪一个有时间 第三款 他说处分机关没有告知救济的期间 或告知错误没有人 跟证 举个例子 我现在告诉你说 我现在开你一张罚单 你收到罚单之后 我现在假设了 我不太确定道路交通处罚条例 现在只是举例的 例如说这个假设这个条例 告诉你两周内不符可以相当于数院的程序 那假设他跟你讲错这个时间 例如说法律的规定是两周内 收到罚单后两周内 那结果他不小心跟你讲一个月后 就造成呢你预期了 也就是自相对人厉害关心人持误 那就是要一年内声名不符 就视为法定期间 等于一年内去把 可以把这个证据提出来 说是他讲错了 你一年内都可以处理这件事情 这就是教室义务第三款的内容 那在这个我们刚刚这一题的答案当中呢 他讲到就是说 没有在救济期间做的教室 或者没有记明理由 或不能得知处分习惯的假设 效果为何 相对而言要怎么做呢 等等等等等等 你就依照这个脉络去往下去想 去写 但你要先看懂题目 慢慢的这样子 依序呢 写上去写上去 然后再到夸胡二 夸胡三 夸胡四 夸胡五 夸胡六 依此类推哦 我这边就不一一做一个描述跟撰写 因为每个人考课不太一样 但是我就告诉你说 你要去看看懂题目在讲什么 然后另外呢 你要去找法条 那如果说 你懂意思 但你不知道法条 那你就要回过去找 有时候是你知道法条 但你不知道意思 这比较麻烦 你必须要去把书读懂 你不能说应用背的 然后把法条都抄上去 不行 深论题是一个你需要去衔接 它就像是另外一个作文 所以很好玩是 作文很高分的人 他深论题不会很差 深论题很高分的人 作文却不一定好 那刚刚我也跟你示范说 当我们把冒号后面 接着文字写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但直接空一行写的感觉 却是有差别的 所以呢 这个深论题呢 你在写的过程当中 你需要去注意的细节 就是必须要去真的理解提议 然后自己去把内容顺出来 用你的话很快速的 依照你意思把它写出来 并且呢 这个能够有条理 然后最后一个总结 那最后再分享一个最重要的秘诀 我们上考场的时候 不论你读人在的时候 大家都一样会遇到一个问题 因为高考呢 试题深论题 它都会一直换句话说出题目 你在这个考试高压的紧张的环境下 你一定会发现打开题目之后 好像会 好像不会 但是静下心来以后 你就会发现大概有一半会写 一半不会写 这是非常正常的状况 而且每一个考试人都跟你差不多 这个是我问的很多考上或没考上的人 他们大家共同的心境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反推文官的这个考选部 他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想要的一个人是你这个人到了我们这个公家机关 他希望你是可以变通 可以把一件事情呢 用一个有逻辑有次序的方法 去应用法条再对照到实物的案例 去做应用的一个解析 跟处理解决问题 你有这样的一个思路之后 你就可以去回想 所以每一个考题 大家不太会 是不是好像也就正常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每个人要依照我们自己的 聪明的大脑 依照你聪明的大脑 去把你所有读过的东西 重新组织 重新整合 每一题的题目呢 我在写的过程中 我在写的当下去组织它 我在写的时候就编出标题 我不会的题目 我就把标题写上去 这个标题是我临场的时候 思考编上去的 所以我有的时候也会变成说 我把标题空一行 然后我先写下面的内容 写完的时候再把标题填上去 从我写的内容当中 我去找标题 那另外呢 在这四个标题当中呢 最后去做一个归纳 做一个总结 所以在写前沿的时候 我就在铺垫 我在想的是什么 也就是我在先编写的过程中 我就在编小 我等一下内容要写什么 因为我刚刚提到 有一半我是不会写的 那这个时候 我又必须要充实我的内容 只要篇幅太少 要分数高 是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呢 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 你就这样把它 依序脉络 整理你的头脑的思绪的过程中 依序去把它写出来 然后再把它标题编上去 然后呢 去把内容对照你的标题 而越镜老师呢 在看你这个答案的时候 他可以从你的前沿 和你的标题 和你最后的总结 也很快速用这样扫描式的 去看出你对这个答案的理解 和你所知道的内容 所以这时候法科呢 为什么你要讲很多东西 后面要标一个什么什么法律 第几条 什么法律第几条 或者再开通名义说 依照XXX法的第几条 大法官四字第几号 这就是要让你佐证说 你看我会写 如果你有写过论文的人 你就更能够理解这个道理 当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标注它的来源 而这个标注要依照这个规定 依照这个规定又有不同的标注的方法 所以呢 如果你有读过研究方法 你再来写这个深论题的时候 你能够感受到这种写的方法 你就不要能够进入状况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下期见 拜拜